最近疫情稳定 再加上振兴五倍券也开始发放 吉吉政工所为鼓励农产行销 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并宣导石湖保护观念的重要性 特别与吉吉特森中心举办 狐狸鹤市集 吸引大批人潮前来参加与消费 让报名参加市集的摊商 受到渐渐活络的观光商机 由我们特森跟吉吉中 政工所这边共同举办 交个朋友 这个后立后司机 那其实从十月份开始 那这个比较微解放二级警戒开 大家走出户外 那尤其看到今天人潮这么多 感觉恢复以往的一个盛况跟溶解 那其实特森这边 以往就是我们国内 非常著名知名的一个自然生态 跟教学的一个场域 包括环境教学的一个环境 那能够提供这样一个 优质的场域 跟我们基地政工所共同来搭配 尤其刚好今年 因为半十一年的查博会 刚好今年因为配合疫情 刚好也停办 那让我们县内的这些 农特产的这些小农啊 没有机会可以有 来展现他们的栽培的这些农特产品 刚好透过这个快散的市集 那让有机会 过去我们农友产家搬家的合作农场这些农友 说永新栽培的这些农産品可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来做一个沟通跟推荐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看到我们所有的农友 那其实不管是从友善耕作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 一集跟中尿这一段 就是针对石虎的保育 那就是没有使用农药 就是尽量用友善耕作的方式 所培育出来的农产品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健康 那很重要的 也因为有各位用石子的这个消费力道 让我们在农友加起 那真的这个好东西要跟好朋友来做分享 农业处长也表示 不论是从产地飘张履历 其实都是让国人能够吃得安心 藉由这样的产销履历 并与消费者面对面的沟通 来了解产品生长过程 也相当感谢及其政工所 以及在地休闲农业区的协助 凝聚地方向心力 结合产业与在地文化 让消费者与农友达到双赢的效果 因为不管是从产地飘张履历 有这样的一个认证 其实就是让我们国人 在吃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实在安心 因为从产地到餐桌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 或许不见得实际的参与 但是可以透过跟生产者 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沟通 真的可以够有更加的一个认识 当然今天也要特别感谢 基地政工所在城镇长的带领之下 跟我们代表会大力的支持 尤其我们积极还有一个积极的秀区 那我今天来到现场看到 有那么多就是用票选的活动 能够结合这个修区的logo 所以这个部分从设计者也好 或者从参与者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下 对我们整个积极休闲农业区的产业文化 跟在地的这些特色 能够有多一份的了解 那么也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快散活动 火力后势市集 真的让鲨鱼座的参与的这些农友 在这段时间 农产品都能够大卖生意得好 先议员汪秋淑表示 石虎保育非常重要 因此透过市集的举办 不但可以达到推广 在地优质农特产品的效果 也可以达到宣传石虎保育的观念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除了宣导保育观念的重要性以外 也可以协助地方行销 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今天我们自治政公所 以及我们的特殊中心 来古板就来给你好的农特产市集 结合我们在地的特产 我们自治的农民 我们自治的农产品非常多 也有我们自治有名的 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红粮果 这都是我们自治最有名的 以及到我们现在 也都在推广到我们的印尖国 都是真的好的农特产 这有今天一个机会 来保育到我们的石虎 我们的石虎非常少 就会面临不像我们的绝种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 可以来给它保育 让我们的石虎延伸下去 让我们更多的乡亲 我们的积极这边能够带好 我们的给我们最好的农产品 来给它打断去 积极特殊中心副主任林旭宏也表示 积极特殊中心在积极落脚将近30年 明年就是特殊中心成立30年 相当感谢政公所长期的协助与配合 这次的四集最主要是以保育石虎为主题 因此在四年前就长期推动 石虎观念的宣打 石虎的数量非常少 也居住在浅山 跟人类相当接近 因此近年来也推动友善耕作的方式 让农民与石虎共存共荣共好 各位知道我们中心在 积极已经落脚将近30年了 已经29年了 我常常跟我们的一些同事讲 我的小孩子带来这边的时候才小 才不到一岁 过了29年他今年已经是30岁了 明年就是特殊中心成立30周年 那我们非常感谢积极政公所历任的镇长 跟我们这些 积极政的这些政公所的同事们 在过去29年来 跟特殊中心的协助配合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四集 当然主要就是以保护石虎作为标的 所以我们大概在同四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的一个 跟石虎有关的一些保护的一个宣导的活动 为什么我们都会挑在10月呢 9后9后10月就是石虎石虎 有点谐音 所以我们从10月 从大概从四年前开始的10月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结伴了这个 这个有关于保护石虎的这个宣导 那各位可能也知道 石虎其实是跟我们住在浅山 跟我们人类的居住环境非常的接近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 石虎的族群数量的确是非常的偏低 目前可能不到1000只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那他跟我们人类居住这么接近 跟我们农民的生产的土地那么的接近 难免会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们在最近几年 我们就办了针对石虎保护的 有一些友善石虎的一些工作方式 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么多的农民 配合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跟石虎共存共农共好 我们主任常常讲石虎不会挡人财路的 只是因为现在石虎的族群量 的确是在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对他有一些 更好的一些保护的措施 在许多农民配合下 虽然在栽种上成本比较高 但也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 也希望只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宣导石虎保育观念 以及友善耕舟的重要心外 也其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保育的观念 当然许多农民的配合 我们也做这样子的宣导 我们希望这些农民 他们可能有比较高的成本生产 为了要配合石虎友善的这些措施 我们这样子的措施能够得到农民的 能够得到消费大众的认同 知道我的工作方式是友善石虎的方式 愿意用更好的价钱来买我们的 这样的农产品 特殊中心就是办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有达到这样子的共识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那个陈继人镇长 他也特别把他的这一个交个好朋友 快展市集跟我们这个活动做一个结合 这是特殊中心跟机制政公所 长期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所以除了今天下午的这一个市集之外 我们晚上还有星光电影院 对星光电影院 关于这次不是介绍石虎的 这次介绍一种神话之鸟 各位来看就会知道了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大家有吃有喝 晚上还有得看 所以请大家就把这个活动就留下来 我们一直欢乐到晚上八点钟吗 八点之数 到晚上八点 我希望大家这个有吃有喝又有看 机制政公所秘书张造仲也表示 相当感谢农委会补助公所来办理次集 这次与特殊中心配合办理 也带来许多机制优质的农特产品 包括香蕉 火龙果 荔枝 巴勒等等 都可以一览无遗 也是吉吉正最优质的农特产品 感谢行政院农委会 今年补助给我们吉吉正公所 来办交个朋友 快散市集农产推广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总共有8个场次 那今天是 跟行政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来一起合办 今天是做一个行物会开跑的一个仪式 那今天是 我们交个朋友把这个活动的第一个场次 那从下个礼拜开始到11月21号为止 总共还有7个场次 总共我们这个 这个活动总共有8个场次 就是要推广我们积极的 包括像我们的特产 农特产 就是像我们的山椒、農果、糯米、蜜汁、巴勒等等 我们的农产品 借这个活动呢 这8场的一个快散市集 把我们积极的农特产品来推销 刚好我们配合这个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来办理他这个福里赫市集 跟我们交个朋友这个快散市集 一并来办 刚好吸引我们这个游客 因为最近疫情刚好趋缓了 刚好所以我们是选到这个时候来办了 就是已经疫情在趋缓的时候来办了 让这个我们积极的观光能推展出去 那刚好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刚好有吸引到一些 我们就有点是像报复性的活动 旅游到我们积极来 刚好有这个活动来让他们来体验 处长陈瑞静也表示 相当感谢特生中心与公所办理这样的市集 在疫情趋缓之时可以看见人潮的回流 也为地方带来观光经济发展 而特生就是自然生态环境教育最好的场域 也可以透过市集的举办 来推广保育石虎友善工作的观念 今天很高兴代表林明镜县长到基地特生中心 这边来参加由特生中心与集集政公所 共同举办的好力好市集 来这边交个朋友吧 那其实我们看到从10月份开始 因为虽然疫情的部分降到二级的一个警戒 那民众因为长达五六个月 这个封闭所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刚好进来这个进入秋冬的时节 也比较气温上比较凉少 那看到现场有那么多的家长带的小朋友来参与 那其实特生原因就是这个自然生态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教育场域 那今天看到会场有那么多的一个民众来一起 共同的一个参与 其实这边也透过这个市集的部分 结合活动来共同推介 也推广保育石虎的一个友善工作的这些理念 那我们看到这些参与的摊商 其实就是我们在地农友用心 透过这个友善工作栽培 无独栽培的一种方式 那也可以透过在现场跟 由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 面对面的来个沟通 那其实能够去传达整个食农 在栽培的一个过程的一些新兰 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可能也需要 透过民众的一个参与跟体验 厨长也强调现场搭配了 积极休闲农业区办理 活动中有许多在地文化产业 也有在地特产 更有石虎、铁道的元素在内 都是积极在地特色产业 让来到积极旅游的游客 都能够借由活动的参与 加深对于积极镇的印象 那我们看到现场 也搭配了这个积极休闲农业区 有这个logo的一个设计 让民众一起来参与 那其实在整个的活动设计过程里面 可以看到对于整个在地的文化产业也好 或在地的这些农特产 跟文化的元素背景 跟这个15的元素 或者是铁道的元素 甚至是自行车的等等这些景观 这些特色把它融合在一块 那其实也有助 从外地来到南投县旅游的这些游客 对南投县 包括其实这边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其实透过参与 除了在官网这边的设计投票以外 现场来参与的话 都有比较多的一些优惠 所以我们也感谢在地的这些业者 包括我们休闲农业区的这些农企业 大家共同的来参与 那在辅导单位 就其实政工所这边大力的一个支持 尤其我们看到在整个比较回温的一个市场 希望能够让陈其长达半年的这个 比较消费 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之下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这些农友更好的一个商机 食物保育的观念今年来越来越重视 不但推动友商耕作 更办理狐狸鹤市集 来宣传食物保育 以及友善耕作的重要性 更有积极在地文化产业 以及农产的展售会 意愿汪秋暑肯定特征中心与工作的用心 也期待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保育食物以及友善耕作的重要性 明星文邱平一专题采访报导